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看博人传的 我只看那个 中文版哪里下载 中文版也可以找木质老师 也可以找木质老师 可以让他教你怎么下载 因为我们要开始讲课了 所以所有的资料 我再强调最后一遍 所有的资料 全部统一的去找木质老师去领取 好吧 只要你们能想到的 基本上木质老师那边都有 我提过的 OK 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 今天案例的话 我们是去采集这个网站 采集这个百度的一个网站 我们先在课前呢 把这个网站发给你们 然后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去讲解这个软件的 不对 这个爬送的一个 爬送的一个流程 好吧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话呢 还是首先问一下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 如果说是零基础同学 我来听个东西 是零基础同学 可以在讨论区里面 敲一个零 好吧 先让我看一下 有基础同学呢 可以敲一个一吧 好吧 看一下大家的基础情况 我待会好去配合你们去讲课 都有基础啊 我来听说是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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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击零一 可以啊 你很秀 OK啊 差不多 邻居同学 比较多 这个派的东西可以不用敲零了 我看到我好多遍了 OK啊 然后邻居的东西较多 我们在课前的话呢 还是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些 关于我们爬松的一个基础内容 好吧 关于我们爬松的一个基础内容 那么 有多少零基的同学啊 你们应该差不多啊 都是了解过 关于爬松的一个介绍吧 有没有了解过啊 正东学要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弄 你可以去找木贼老师 直接去要那个软件 好吧 你没有卡 没有卡 可能是我有点点卡 好吧 这个是爬松 那么我首先做一个爬松的一个介绍 关于爬松的话呢 它实际上去试 它实际上是采集我们这个互联网资源的一个程序 好吧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么什么叫采集互联网资源呢 当然前面加一个关键词啊 叫做批量 批量采集这些资源 好吧 那有什么资源呢 大概有四种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采集的这个文字内容 以及这个图片 对吧 还有这个我们自由老师比较喜欢爬的这种小视频 还有音频 对吧 就这四大类的一个数据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爬松去批量采集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一个爬松 对吧 那关于爬松的话呢 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它是去模拟 模拟浏览器 去发送请求的一个程序 好吧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它就是模拟浏览器去访问网站的一个程序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好吧 是你想象的一种小视频吗 我不知道 不要问我 好吧 那我们首先来画张图让大家理解一下 关于这个爬松的一个基本介绍 好吧 我们先来两个小盒子 开始了 开始了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我们屏幕的左边 是比如说 是这个浏览器 对吧 浏览器 这右边的话呢 就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服务器 好吧 这个服务器的话呢 可以是自由老师爬的这种小网站 小视频网站的这个服务器 对吧 也可以是我们今天要爬的这个百度的一个服务器 OK 那么 浏览器的话呢 去发送请求 实际上就是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去 对吧 这个箭头啊 我浏览器去访问这个网站 对吧 就是这个请求的一个步骤 这个我们统一把它叫做请求 而且请求的话呢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英文单词啊 叫做request 好吧 先记住啊 这个单词 那么请求的话呢 就是去访问网站 对吧 我们在浏览器当中去输入什么3w.百度.com 就可以去访问到这个百度的一个服务器 对不对 那这个就相当于去发送了一次请求 那么请求以后 比如说我们去百度里面 去搜索什么 自由老师 对吧 为什么 要这个爬小视频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就会给到 他在搜索之后 他又把这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结果 好吧 他就会干嘛呢 就会给到我们 明白吗 那么这个给的步骤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响应 这个就是响应的一个意思 好吧 这个给数据 比如说你去搜这个 搜一些关键词 他给到的一些数据 对吧 那这个数据的话呢 就是响应 响应的话呢 它也有一个英文单词 叫做response 那这个是我们爬松的 不是 浏览器去访问网站的一个基本流程 对吧 它是长这样的 那爬松的话呢 是干嘛呢 对吧 爬松的话呢 就是模拟浏览器 懂吗 它就是去模拟啊 就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爬松 对不对 那么爬松的话呢 是去模拟啊 模拟成这个浏览器 然后的话呢 干嘛 向这个服务器 去发送请求 没有 去发送请求 模拟成浏览器 发送请求 对吧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浏览器 变成了爬松 去帮助我们请求 然后呢 给了我们数据 并且 因为大家知道啊 我们是写代码 那么代码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干嘛呢 对吧 帮助我们 就像机器一样 对吧 它可以帮助我们 批量的去做某一些事情 对不对 那这个爬松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批量的去请求 批量的去请求 对不对 然后它会批量的给我们数据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 请求于响应的一个步骤 爬松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念了吧 这个可视化文件老师发我 哪个文件 我的天哪 你们说什么东西啊 麻豆榴莲 樱桃 不简单 一看你就不简单 而且这老师说 只要报名给两年的麻豆会员 不给啊 这个绝对不给 好吧 麻豆会员可爱心 然后我们继续啊 怎么可能啊 这个绝对不可能 好吧 刚刚那个图啊 你们能理解吗 好吧 刚刚那张图 你们能理解吗 对吧 这个就是爬松的一个基本流程 能理解同学呢 可以效用一 好吧 然后刚刚那张图 也发给你们了 今天是疫情爬松吗 对没错 OK啊 然后我们就继续 下面的一个流程 这个基础我们讲完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了 好吧 继续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案例 今天案例的话 那么我们是去写一个 疫情的一个爬松 对吧 腾讯疫情的一个爬松 不对 百度疫情 没错 对吧 那么既然我们刚刚说到 他是去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也就是访问网站嘛 对吧 那首先的话 我们就必须得去看一下 这个网站长啥样 我再发一遍这个网站 好吧 我再把这个网站 发一遍给你们 这个做闭设可以吗 做闭设也行吧 好吧 也行 明明想抢 对吧 可能有些同学 要做闭设了 你也可以当做一个闭设 但是 可能还要加点东西 OK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网站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 有这么的一张图 那这张图的话呢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图的话呢 也要做出来 好吧 那在画这张图之前呢 我们需要去采集什么呢 采集全国的一个 对吧 全国的一个确诊人数 那么问题来了 对吧 这个人数的话呢 在哪里有呢 对吧 我们要去找一找 对吧 找到这个数据的来源 这个一般也是我们去写 爬送的第一个步骤 这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好吧 我们也把它叫做 这个网站的一个分析 OK 那么 这个步骤的话呢 是为了我们要去找到 这个数据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步骤很关键 好吧 然后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才是我们代码的一个实现 OK 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步骤 去采集这个数据 好吧 首先来到这个网站 来到这个网站 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 喜欢这个数据会更新吗 这个数据会更新 好吧 但是需要你手动的去更新 然后我们干嘛呢 首先来到这个网站以后的话呢 我们通过右键 点击这个检查 好吧 或者说呢 你可以直接的通过键盘上面的一个F12 这个按键 可以调出这个开发者工具 好吧 并且呢 直接来到我们想要来到的一个界面 它叫做network 好吧 它叫做network 在network里面啊 会出现我们所有的啊 所有所有的请求 对吧 就我们访问这个网站所有的一个请求 举个例子 对吧 请求是什么 请求就是这个步骤 要数据的这个步骤 对吧 它会记录我们所有的这个 要数据的这个过程 你看为什么 以下这个我们就把它当做 我就会直接说请求了啊 好吧 但现在里面没有任何数据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好吧 我们要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然后的话呢 这个数据会重新的 给我进行一个加载 好吧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啥玩意儿 刷新完之后的话呢 你会看到啊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数据包 对不对 在这个数据包里面的话呢 你看到有每一行啊 每一行 每一行内容都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数据包 好吧 都是我们想要的 不是啊 都是一个数据包 都是一个请求 看到吗 这里面每一行啊 都是一次请求 好吧 然后当我们真正要去找到的啊 就是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图片 对不对 有一些图片啊 也有一些这个文字内容 对吧 有图片也有文字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找到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什么呢 对吧 就是这个数据 对不对 就是这个确诊人数 那这个人数在哪里有呢 就在就包含在这个数据包里面 对吧 但是我们要去找 怎么一找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括号 不对 有一个放大镜 对吧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放大镜 然后的话呢 在里面去搜索某一个特定的数字 啊 比如说我们就要去搜这个香港的一个累积人数 对不对 我们就要搜这个啊 两万二十八万啊 我的天哪 对吧 我们就搜这个 我们给它复制过来啊 粘贴 粘贴完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回车 好吧 回车之后的话呢 就会给我们去找到 当前这个数据内容 它所在的一个数据包在哪里 明白我意思吗 它的一个数据包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当我们回车完之后 就会来到 就会直接给我们找到这个数据包 明白吗 总是有人问这个 是不是怎么样定时爬取 我们基础都才刚刚开始 你就你就跟我说什么 这个自动爬取 好吧 这个是你们在这个框架里面会学习到的 好吧 在这个框架里面会学习到的 不要着急啊 很多同学就 什么呢 基础都没学好 就想着说 我要学很比较高级的一些东西 好吧 这个不可能 你看为什么 框架是什么 是快笔框架 框架的话呢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 更加快速的去采集数据 但是我们在学这个以前 我们肯定会先学基础 好吧 以及的话呢 像你们说到的 自动更新数据 对吧 这些东西都可以去选择 去学这个框架 好吧 框架就是一个 反正现在你们是接触不到 我们公开课也不会去教学这个内容 你们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好吧 OK 就相当于一个提速一样 一个提速 好吧 然后我们现在 回回正题 我们来到这个里面 这个有没有跟得上的 有没有跟不上的 对吧 我们搜索完之后 会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这个结果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同学 点击一下 点击完之后 在这个右边 会给我们刷新一下 对不对 刷新完之后 你看到有一个新的窗口 这个窗口里面 有什么呢 有这个response 对不对 前面教了什么 如果说你是刚刚才来的 那前面教了什么 你就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录播吧 好吧 看一下录播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15分钟了 好吧 你就先听着 各位的话能听不懂 你实在听不懂 可以先看录播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能看到了这个response 对吧 这个response 我们刚刚 是不是有点印象 对吧 response是什么 是不是就这个响应 对不对 就这个响应 对吧 在这个响应里面 就有我们的一个结果 就有我们刚刚想要去搜索到的一些内容 对吧 比如说就是这个数字 一搜 对吧 它就有 是不是 就这个确诊人数 那么 你们就基本上可以去确定 可以确定什么呢 对吧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其实就在这个里面 对吧 就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response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好吧 这个就是响应 响应的一个意思 然后我们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没有去介绍 还有这两个 好吧 这个 当然后面这两个我们就可以不用讲了 我们主要来到这个headers 好吧 在这个headers里面 会有我们这个请求 会有这个请求的一个详情地址 好吧 当我们点击到这个headers当中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URL 那么这个URL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对吧 请求的一个地址 每一个请求 它都会有一个链接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链接呢 就在这里 对吧 老师为什么不在元素面板找 有同学可能自己去接触过 或者说听过我们之前的课 对吧 确认老师怎么不在这里面找 好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element 它是我们的一个元素面板 那么元素面板 里面存储的一些内容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 它是已经渲染过后的一个数据 对吧 已经渲染过后的一个数据 什么意思呢 对吧 就比如你们画图 这张图 在画之前 它是只有一些 只有一些这个框架 对吧 只有一些这个架构 就是没有颜色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们上色 对吧 它没有颜色的任何东西 然后呢 这个element是什么呢 就是你画图 上完色之后的一个效果 它跟什么呢 它跟我们真正的一个 网页元代码 是不一样的 你看吗 跟我们的一个网页元代码 跟这个response是不一样的 好吧 所以说我们不能以 这个元素面板为标准 你看为什么 这个一名同学 好吧 刚初学的同学 初学的同学 可能自己接触过一些东西 反正我不建议你们 去找数据的时候 以这个element为主 好吧 它不是我们去抓包的一个工具 你看为什么 OK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回到 回到这里 对吧 点击到这个headers 这个headers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链接 对不对 那这个链接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数据的一个来源 懂吗 就是我们数据的一个来源 我们数据来源于哪里 就是它 懂了吧 有没有不同的东西 现在 有没有 有的一定要问 有的尽量赶紧问 甚至我现在能够给你解决 别人到课后的话呢 就一直问一直问 课后的话呢 我们就不在了 不懂 我小白 对吧 OK 不懂 我是小白 那我们 有多少同学不懂 对吧 从头听到我 现在有多少同学不懂 不是在哪里去了 什么意思 好吧 这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我再强调一遍 对于这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我们是为了干嘛 你们先明确我们的一个目的 对不对 我们的一个目的呢 是要去找到 找到 找到我们所有的一个 找到我们这个 确诊 人数的一个数据 对吧 这个疫情的一个数据吧 好吧 疫情 人数的一个数据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对不对 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 那我们要看嘛 是不是要去找到 相对应的一个数据包 我们刚刚说过 他去请求 这里面看到 每一行都是一个请求 那么在这些请求里面 他可能 不对 他一定会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这个人数 他一定会包含 你看吧 他一定会包含这个人数的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要做的一个目的 是干嘛呢 就是要去找到这个数据 对吧 这个到底是在哪个数据包里面出现的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对吧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搜索工具 点击了一下他 然后呢 去搜索了一下我们的一个内容 发现 发现数据 他就在这个链接当中 对吧 就在这个啊 这个 看到没有 就在这个链接当中 好吧 这样能理解吗 貌似不用伪装 没错 免费的来看的不敢问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不要怕 你们不要怕自己 什么 老师我是免费来听歌的 我就不敢问了 放心 放心问 好吧 放心大胆问 可以吧 公开课的话呢 本身就是一个 对吧 本身就是免费的课程 专门给你们教吃点 对吧 让你们 让你们能听懂的 对吧 不然你们听不懂 我讲了干嘛 对吧 我也不会吃了你 没错 说不定 这个说不定 好吧 刚刚那个框 怎么打出来的 哪个框 这个框是吧 一口一个学员 这个框是点击这个放大镜的 点击了这个放大镜 好吧 去找到的一个内容 点击了这个放大镜 点一下它 就会弹出这个内容 好吧 可以看回放视频吗 可以的 你们可以课前需要 就觉得确实有一点听不懂 同学 你们可以先加木质老师 好吧 课后可以去要的回放 可以去多看一下 因为你可能没有去听到 我们刚刚的一个基础 基础的一个讲解 好吧 可能你没有听到 因为我们是去进行那些 这个基础讲解的 是一个请求 好吧 就每一行 它都是一个请求 我们要找的 就是唯一的这个请求 好吧 因为我们刚刚是讲过的 刷新F5 对没错 这个派同学 刷新一下这个网页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吧 没有都没有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一定是没有刷新网页 好吧 那凭什么我能收到 你们收不到 不可能 好吧 OK 那我们就继续讲 那么这个思路的话 我们搞定以后 就来到我们的一个代码实现 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 第二个重点 代码实现 好吧 那么代码实现 我们要去爬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主要来说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的话 是发送请求 好吧 发送请求的话 就是去干嘛呢 我们刚刚说过 对吧 发送请求 就去访问网站 对吧 这个就是发送请求 你不要以为 请求是什么很高级的东西 不是的 就是访问网站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你看吧 那么第二个的话 是获取数据 以及第三个解析数据 还有第四个 对吧 保存数据 OK吧 这个就是我们爬虫的基本流程 四个步骤 你们可以课程的话呢 可以先了解了解 好吧 这四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 访问网站 好吧 第二个步骤 获取数据 那么获取数据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Response 里面的一个内容 给大家拿到 对吧 要把它拿到 这个就是第二个步骤 获取数据 拿到以后的话呢 对吧 你想一想 我们要的一个数据 就仅仅是这个 一些数字 对吧 仅仅是一些文字内容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英文单词 是我肯定一定不需要的 对吧 那我们第三个步骤的一个含义呢 就是要把这些不需要的内容 给它剔除掉 给它删掉 好吧 这个就是解析数据 那么最后一个就保存数据 你们以后在学习这个爬虫的时候 也是要按照这个流程去学习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主要以这个为例子 去讲解我们今天的一个案例 OK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写带嘛 我的地址好长啊 地址不长 地址你可能找错了 好吧 可能找错了 你按照我的来 一定不会出错 你要问一下吗 你就搜这个282009就可以了 好吧 不要去搜其他的 就搜它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去写我们的一个代码 前面有没有不懂的同学 有没有 对吧 或者说 对吧 你就算听懂一点点 也算你懂 好吧 有没有一点都不懂的 没有吧 看样子没有 看样子我比较成功 好吧 OK 那么我们就继续来写代码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导入模块 那么我们要导入这个request 去帮助我们 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这个是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的 那么第三方模块 我们导入模块是通过import去导入 好吧 那么import的话呢 是专门去导入模块的一个关键词 导入request 对吧 那么request的话呢 就是就是请求 对不对 它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请求 很好记吧 对吧 壁子里的美女士 你女朋友吗 不是的 怎么会这样以为呢 我女朋友也不会给你们这样看 对吧 怎么可能呢 用脑子想一想 都觉得 当然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 好吧 OK啊 然后呢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request 记住 request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你们没有安装东西 一定要去安装一下 好吧 不然有很多东西 在导入模块的时候 就会开始报错了 注意啊 好吧 然后我们会使用到这个request 这个工具 点一个get 好吧 点get 去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那么 为什么说点get呢 这里面其实也是有 也是有原因的 我把这个玩意放大一点 点get 对吧 get的话呢 是我们请求的一个方式 像我们去发送请求 也有很多的一个知识 明白吗 比如说你们自己去基建一样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们自己 对吧 去这个 干嘛呢 睡觉一样 对吧 也有很多的这个知识 对吧 也有很多的一个知识 对吧 像我们请求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有很多的一个知识 好吧 那 知识有哪些呢 我们主要来看这个headers 好吧 主要看这个headers 在headers里面 就有记录 记录你当前 是什么样的一个 请求方式 好吧 比如说这个request method 对吧 它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什么呢 get 对吧 那它是get 你这里面就要干嘛呢 就要用get 明白吗 就要用get 那么之前就有部分同学呢 会做一些什么操作呢 因为就这个里面的请求 这个请求 它是分方式的嘛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 它分方式 对不对 它是get请求 那有一些网站 它是post的请求 对吧 有一些网站 这个request method 它是post的 那有些东西 它就不看这个 它就不看这个 它干嘛呢 对吧 它不管你3721 管你是什么 对吧 你是6也好 它就用get 对吧 你是9 它有用get 对吧 它就要反着来 你要为什么 比如说我是get 你就非得用post了 对吧 就很烦 对吧 记住啊 这个请求的一个方式 我们是对它 通过这个玩意儿 进行一个确定的 你看到吗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url 去给它准备好以后 我们传进来 传到这个url里面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对这个网址 进行一个请求 好吧 当然我们请求之前的话呢 按照我们以前的尿性 我们会加一个伪装 对吧 加一个伪装 这个就是headers headers就是伪装 请求头的一个意思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要加这个伪装呢 给你们举一个小例子 你们就知道了 对吧 比如说 对吧 比如说像这位老师 对吧 平时呢 家里就喜欢买一些娃娃 他为了让别人不知道 他比较害羞嘛 对吧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家里家里有这个娃娃 他就会 当于有人去参观的时候 对吧 他就会把这个娃娃 给他藏起来 不让别人看见 明白吗 这个就是一个伪装 好吧 明白了吧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伪装呢 给他夹进来 好吧 把这个headers来 加一下 等于一个headers 老师 UIL可以发现了吗 我想复制一下 可以啊 好吧 那么这个请求头的话呢 我们只加了一个UA UA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浏览器 对吧 浏览器 浏览器的一个含义 对吧 浏览器的一个基本信息 这个就相当于说 我在 对吧 我在发送请求的时候 我在发送请求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浏览器 它的一个外壳 给它带上了 对吧 现在就是浏览器 去发送请求了 它就不是说爬送去发送请求了 你看了吧 它就会这样去理解 这个浏览器 你看了吧 为什么需要伪装呢 这不是能正常访问吗 这个按照以前的尿性 去加了一个 这个无所谓嘛 好吧 这不是怕嘛 对吧 OK 然后我们就继续 这个伪装 我要是不加 我可能就很少之点 要给你们讲了 好吧 然后我们就 要去拿它的一个书记内容了 它会给我们一个response 好吧 response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响应 在请求以后 它会给到我们一个响应结果 对吧 伪装的那个是什么网址 这个不是网址 这只是一个 对吧 只是一个浏览器的基本信息 好吧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谷歌 以及谷歌的一个版本号 对不对 一层皮 对吧 没错 就跟什么呢 跟自由老师一样 对吧 就算有人发现了它 对吧 有人发现了它 家里藏了娃娃 对吧 它会反驳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另外的 这是它的 对吧 这是它的 不是我的 但是这样去反驳 对不对 当然这个就是 开玩笑 它的哪些属性是必须的 没有哪些属性是必须的 只有说哪些属性是比较重要的 没有 只有哪些属性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话呢 有几种 给你们看一下吧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 这里面看有没有 你看 对吧 这里面就有 不对 不是这个 就这个 好吧 参数的一个讲解 请求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参数的一个讲解 对吧 这个有蛮多的 这个不太详细 我们看这个 有 有多少呢 来找一找 有这么多 看到没有 对吧 有这么多 那么比较重要的有几个呢 比较重要的话呢 有这个 看一下 Cookie 对吧 UA 还有Refile 还有这个Host 对吧 还有这个也还可以 也还算重要 对吧 就这几个 好吧 这几个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还好 你看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真实 我不知道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上面两个啥意思 Host的话呢 是一个 是一个啥来着 想想 是一个请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地址 像什么 你去访问百度 它上面就会记录什么 3W点百度点抗 你去访问这个淘宝 它上面就是3W点淘宝点抗 好吧 就这个意思 主机 可以不错 好吧 当然详细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不会去介绍 不会介绍 好吧 这些太多了 我就为了时间 我就不介绍了 那我们就记录 或许数据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到Print 先给它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来我们右键看一看 对吧 Response200 对不对 那么200的话呢 就是请求成功的一个意思 对吧 请求成功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提取数据 对吧 你们看到了这个Response200 就是请求成功 对吧 但我们需要去采集到里面的一个数据 怎么采集呢 我们在后面要点一个Test 好吧 去拿到这个内容 来看一看 对吧 就把这个网页源代码 给我打印出来了 这里面这么多内容 看到没有 对吧 就把这个网页源代码 打印出来了 而且这个网页源代码 这个内容 就跟我们刚刚在这里面 看到的一个Response 它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意思吗 它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好吧 白嫖串不起来 确实 因为我们观客本身就是一个掩饰课 对吧 那么既然我们说到了 它是一个掩饰课 那就不可能 我们的知识点呢 就不可能特别的完善 对吧 我们也会为了去 为了去赶进度 为了去把我们今天这个内容 去讲完 所以说很多 相对来说比较核心的一些知识点 在我们观客可能不会去接触到 不会去讲到 好吧 这个也建议你们 也可以体谅一下 这个没办法 好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第三个步骤 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想去学习 非常详细的一些知识点 对吧 我还是比较推荐你们去学习我们系统课程 可以吧 然后我们解析数据 那么解析数据的话呢 对吧 就是以我们今天的一个小重点 也相当于是一个小难点吧 对吧 去提起数据 我们先来到这个网页端 先首先的话呢 去确定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位置在哪里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需要去干嘛呢 就需要去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你们注意啊 我们去解析数据 那么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有一定的一个步骤 首先的话呢 我们是先把这一行 这一行里面的一部分内容给它提出来 好吧 然后呢 再把里面的一些详情信息给它提出来 分为几层 对吧 也不用特别着急 先把这一行里面的内容提出来 然后再去取里面的一个内容 好吧 分为两个小步骤 那么这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就 干嘛呢 来到这个网页元代码去看一看吧 好吧 来到网页元代码去看一看 因为它那两个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可以吧 你可以看到啊 就这个链接 既然给你们讲另外一个东西吧 好吧 一个延伸的一个东西 这个链接 就这个玩意儿啊 跟它 看到没有 跟这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 静态页面 你看我意思吗 把它称之为是静态页面 好吧 那么对于静态页面的话呢 我们去采集数据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对照这个网页元代码 去进行一个处理 好吧 美人计就可以了 美人计就算了 好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 我们要去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数字内容 好吧 还是一样的能够找到 对不对 好吧 那么找到以后的话呢 我们要去翻到这个前面 直接贴给你们吧 好吧 我就直接上答案了 答案的话呢 我们要从谁匹配呢 从这个匹配 好吧 因为如果说我要带着你们做的话 那可能还会有一点 就找这个数据比较麻烦 明白吗 找这个数据比较麻烦 好吧 我就直接贴结果了 那我们需要匹配的一个内容 从这里开始 看没有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这个后面 找不到了 反正挺远的 好吧 反正挺远的 一直到这个中号结束 没有 好吧 从这个中号开始 一直到另外一个中号结束 好吧 能明白吗 用Xbus 我们不用Xbus 好吧 我们要拿这个内容 是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中号号 它的一个出现 肯定是成双成对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 到另外一个中号结束 好吧 这个是我们的解析数据的一个目的 可以吧 这个是啥意思 反译一下就知道了 对吧 零件 就这个里面的话呢 有我们所有地点的一个详细信息 好吧 你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当然 现在去说的话呢 可能你不太懂 怎么翻译的 是吧 翻译的 它是用的这个Pyshub里面的一个工具 Pyshub里面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去找不找的 要一下吧 好吧 一个插件 OK 那么我们现在 现在先不去 不去想 它为什么在这里 好吧 我们先把结果 让大家看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解析数据 我们从这里开始 一直匹配到 另外一个中号结束 好吧 一直到另外一个中号结束 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对吧 这个内容就是我想要的 那么 我们结束的话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个用什么比较好的 对吧 前面敲一的同学 好吧 我们用什么比较好 好吧 我们接下来要用正 要用这个正则 我们先impro 导入一个21 好吧 这个是一个正则的一个模块 好吧 然后我们会使用到这个21 点一个翻号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这样写 注意啊 我们会这样写 把它粘定进来 好吧 然后呢 前面来一个斜杠 这里面也来一个斜杠 好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 这个内容 我们就给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点根心 那为什么 变成点根心 然后呢 后面会写一个 datahtml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会给我们去匹配 可能现在有的同学 部分同学可能听不懂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看完效果之后 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刚刚是做了什么东西 可以吧 你可以看到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把这个内容 对吧 给我打印出来了 对不对 就给我打印出来了 后面再加个逗号 加个逗号 对吧 为啥不用点心问 对吧 一看就是正则没有学好 好吧 一直比较到最后 那这个我先从头开始 先从头开始 为什么说我们要这样去写呢 对吧 因为我们正则 这一句代码的一个含义 它就是干嘛呢 它就是要在我们的一个网页 原代码当中去匹配 对吧 去匹配 符合 某一 规则的 一串 数据 你看吧 这是我们这行代码的一个含义 对于这个代码的一个解释 你们能看懂吗 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包括如果可能有部分东西听不懂 对吧 这个能听懂吗 能理解这行代码的一个含义吗 对吧 这个注释能够看懂吗 有没有看不懂的 对吧 能看懂东西可以敲个一 好吧 看不懂就可以敲个零 功夫不够看不懂 我没有说这个代码 我没有说这个代码 我只是说这一串中文 好吧 你不用去纠结老师 这一串代码我看不懂 没关系 代码看不懂没关系 好吧 能看懂这句中文就可以了 好吧 如果说你这一串中文都看不懂 对吧 你看一下效果就知道了 好吧 你看一下效果就知道了 我们把前面这个内容答应一下 好吧 然后把这个注释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看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copy一下 好吧 然后看去F 看D 对吧 你就看到 这里亮着的地方 注意啊 这个亮着的地方 就是我们通过这行语句 所匹配到的一些内容 看到没有 这个亮着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语句 匹配到的一个内容 就这么长 看到吧 每个字都看不懂 我怀疑你是故意的 你在为难我 对吧 你在为难我 好吧 然后这是这行代码的意思 去匹配 专门就是为了去匹配 这个数据的一个 一个行代码 好吧 不要为难我 我说真的 我已经 我 我差一点 我就没有传功给你了 对吧 我差一点 没有把我的功力 直接通过这个 对吧 小说里面的 直接传给你了 我真的 我已经尽力了 好吧 这个注释 写得很清楚了 好吧 第一期听木质老师讲课 然后这样代码 它就是一个含义 好吧 然后的话呢 里面我们写了 这个什么呢 对吧 Data HTML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对吧 就这个玩意儿 没有 就是这个数据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呢 对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则 没有 就是这个规则 好吧 然后在网页源代码当中 对吧 在谁当中 这个就是网页源代码 对不对 匹配 比配一算数据 那这个数据是谁 对吧 就是他 没有 这一算数据就是他 好吧 但是这个数据 你去看 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去观看 好吧 我们先给它取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列表 中国号它就是一个列表 好吧 它无法去取出来 来我们来看一看 OK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它有这么一行的一个东西 好吧 我给它点了一下 进行了一个锁起 看到了吧 然后 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不是特别好去看 因为你看到 里面对吧 你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数据 你们就可以干嘛呢 把它复制一下 对不对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打开一个新的网站 叫做这个 叫他 然后呢 我们往里面 去粘贴一部分内容 不能搞它 我们来搜一个Jason 好吧 然后呢 把刚刚这个内容 粘贴进来 好吧 粘贴进来 OK 粘贴 等一两秒钟 我把这个网站发给你们 OK 稍等一下 这个网站它稍微有点慢 你们可以打开这个网站 然后把刚刚那个内容 都给它粘贴进来 OK 报错了 因为刚刚是搞错了 我是无聊才来玩的 结果搞半天 你是来玩的 OK 看到没有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看到没有 这里是西藏 对吧 西藏 包括这个Lasa 这里面所有的内容 我们就都可以看到了 对不对 并且呢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折叠 对吧 这个是澳门 澳门的一些确诊人数 对吧 包括它所有的一个信息 那么它都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老师加瓦和Python可以兼得吗 你想的没 你想的没 怎么可能 对吧 当你还是一个小白的时候 你就想 就想加瓦跟Python一起学 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 好吧 为什么呢 对吧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小白 你连任何一门的编程语言基础 你都没有掌握 你就想 老师我就想 把这个所有的一个基础 所有的一个内容 对吧 我就想把它全部都给它学一遍 所有的语言 对吧 从C语言开始 到C++ CShop 对吧 这个Go语言 什么Python语言 什么加瓦语言 全部学一遍 对吧 结果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就是 好像自己也都学了 但是自己好像也都没学 对吧 很尴尬 就像现在绝大多数的一个大学一样 对吧 像大学也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呢 大学也是一样的 啥都学 什么语言他都学一遍 什么语言他都要接触一下 对吧 结果会导致什么 你什么语言你都学不会 对吧 好吧 不要贪多 不要贪太多 贪多嚼不烂 对吧 你还为什么 然后这个我们做了什么操作呢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刚刚把它提起出来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 类型的一个转化 因为它本身 就这一串内容 它的一个本质呢 它是字符串 对吧 然后呢 就这一串内容 对吧 序列化 对不对 好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对它 进行的一个 类型的一个转变 好吧 就把这个字符串呢 把这个杰森字符串 对吧 给它转变成了一个字典 转变成了一个 Person的字典 好吧 关于这个字典 它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尽量 由于时间原因 这个字典 它是我们Person 我就随便介绍一下 不对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好吧 它Person当中的一个数据 容器 那这个容器的话呢 一般是长这样的 长这个大括号的 对吧 大括号的话呢 里面会有这个键 里面会有这个键 然后呢会有这个值 好吧 我们就给它换个行 换个行 好吧 这个就是字典 那么字典的话呢 它的一个取值呢 是通过这个 比如说这个字典呢 它就叫他 对吧 那取值的话呢 就是通过中国号去取值的 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键 去取到这个值 好吧 这个我就随便 简单介绍一下了 因为我们待会还会讲 这个数据可视化 如果现在不加快一点点 我估计待会 对吧 什么数据可视化 想都不用想了 好吧 一门都够你学了 什么教育 这个我给你 这句话我给你先隐藏了 什么 什么其他教育 我不知道 清华跟北大不能同时上的 对吧 但是可以先上清华 再上北大 对吧 可以先上清华 再上北大 什么意思呢 就举个例子 像你们如果说 要去学一门语言 对吧 学一门语言的话呢 你们可以先学什么呢 先选择一门语言 你就专精 先去学 对不对 学完以后的话呢 比如说你Python已经学得很牛逼了 对吧 学得很屌了 那你再去学什么呢 再去学其他语言 没有为什么 好吧 就这个 好吧 就不要说 是我一起学 一起学你人都傻了 对吧 一起学你人都傻了 这个是真实的 OK吧 然后我们去提取数据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提取这个 提取这个cast list 对吧 这里面的话呢 每一个 这里是个列表 那么列表里面 每一个元素 都是我们的一个程式 都是一个省份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这样去提取吧 好吧 这里面是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呢 我们去使用这个for循环 好吧 因一个cast list 可以同时上 只要你够强 真正足够强的 还在这里听我讲课 对吧 早就已经走了 说真的 对吧 一般留在这里的东西 对吧 其实大部分 都是 对吧 都是这个 没有太多基础东西 对吧 也不是说你是废物 对吧 我一说你们不是 不是特别有基础 结果的 对吧 结果就来一个 老师我是废物 没必要 对吧 我也没有说过你是废物 好吧 我从来不说这样的话的 这个是省份 我看我老师做 加劳论师 还有派生书记分析师 做过归做过 对吧 那是我 对吧 头发的 头发都留下了 没有 没有 对吧 没那么吓人 对吧 现在我头发还很多 这个 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 好吧 然后还有第二个 这个是一个 我们还要提起这个确诊人数 那确诊人数是这个 好吧 这个是确诊人数 我们在后面写一个简单注释 确诊人数 好吧 这个 反正如果说你们想要去学这么多语言 同时学这么多语言 反正我是极度不建议的 极度 极度拒绝的 好吧 自由我不爱徒子 我们继续 具体数据的话呢 还有这个累积确诊 那么累积确诊的话呢 是这个 也是C开头的 叫啥来着 我想一想 好像是 是他 是他 对吧 不对 不对 不是他 累积确诊 我记得是叫 叫他 对 这个是累积确诊 好吧 这个是累积 确诊 然后还有 把这里面所有我们需要的一些内容 都给他提出来 包括他的一个 治愈人数 对吧 治愈人数是这个 卡了 卡了吗 还有这个死亡 这个是死亡人数 好吧 反正通过建制队的取知方式 取知就可以了 联系数据库可以交一下吗 没时间 没时间 不好意思 好吧 我们给他答应出来 真的 观看课的话呢 本身就这么长时间 你想想我再讲一个数据库 再把这个数据库给你讲完 对吧 你杀了我得了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内容 给他做好之后 对吧 给他取出来 这个就是解析数据 看到没有 这个步骤就是解析数据 好吧 我估计应该有部分同学是听不懂的 但是没关系 对吧 还没有 对吧 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就提出来了 好吧 然后现在给你们提问 好吧 有不懂的地方 你们现在可以问一问 哪一行看不懂 可以直接问我 好吧 杀一送一 来吧 有没有 全部听懂同学可以交个一 哪个快据键是可以直接复制一行的 Country加D 好吧 Country加D是可以直接复制的 看没有 对于这个数据解析的步骤呢 由于我之前也是介绍过吧 好吧 刚刚完成五杀 又学到一个小技巧 好吧 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就很奇怪 对吧 我问你哪里不 我问你有没有不懂呢 有 我问你哪里不懂呢 我不说 对吧 我就是不告诉你 过分啊 你们真的很过分 对吧 自五十六行后面 就听不懂了 五十六行后面是吧 因为我可能没有去介绍这个基础吧 好吧 后面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是数据提取 好吧 就是数据的一个提取 因为我们刚刚没有去强细介绍 我们说到的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字典 好吧 那我就讲一遍 我刚才讲一遍这个基础吧 好吧 本来我想着 我已经讲过这么多遍了 应该你们多多少少 没有基础 也得有基础了 对吧 你们看不懂 也得看得懂了 结果没想到 你们还还真是看不懂 那我们就再讲一遍 好吧 我是第一次 那我们就讲一下 关于这个基础 好吧 关于字典的一个基础 因为字典 字典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 Pathom当中的一个数据容器 对不对 那数据容器的话呢 它就相当于我们自由老师 买了这个杯子一样 它可以装液体 对不对 那Pathom的话呢 它是可以干嘛呢 对吧 它是可以去装这个 对吧 装一些数据的 对不对 它是可以装一些数据的 举个例子 对吧 比如说它是字典 字典 不对 怎么子弹 字典 对吧 它是这个新华字典 没错 就叫新华字典 对吧 那么一般对于这个 新华字典来说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取 你们自己以前去看的一些字典 是怎么取值的 对吧 对吧 你们怎么取值的 不对 你们以前是怎么查字典的 对吧 是不是通过拼音 去取里面的一个字 对吧 去看到 去找到这个字 长啥样 对不对 那这个新华字典 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通过这个件 去查看里面的一个值 是长什么样的 明白了吗 好吧 那我们怎么去取呢 举个例子 像现在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取这个件 需要去取这个值一 那我们怎么取呢 对吧 中国号 看到没有 中国号可以写个件一 那么就可以去取到 这里面的一个值 好吧 就前面这个件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拼音 或者是偏旁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话呢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真正这个字长啥样子 懂了吧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取到 可以去取到里面的一个值一 那么当然 对吧 像下面的话呢 就干嘛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字典 对不对 比较大的一个字典 那么大字典的话呢 我们首先 这个中国号取的是什么 对吧 取的就是这个里面 这个件 所对应的一个 它的一个值 明白了吗 然后呢 下面我们为什么 我们又要来一个负轻环呢 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情况 就这个里面的话呢 它不是值二了 对吧 这个值二 它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列表 对吧 这个列表里面呢 有一 比如说有这些数字吧 135 7 9 好吧 比如说有这些数字 那针对这些数字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取到这个5呢 对吧 我们举个例子 首先的话呢 这个值在哪里 在这个件二这边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件二 可以去取到里面的一个值 是不是 那这里面的一个数据 我们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们想要全部提取到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们要提取到5 我们可以写一个中国号 对吧 按照它的一个位置去算 0 1 2 3 4 看到没有 0 1 2 3 4 那么5的话呢 是在0 1 2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写个2 对吧 我们要取第一个呢 我们就写一个0 对吧 那我如果说是要全部取呢 怎么办呢 对吧 那问题呢 你就要写5行 对吧 那这里面有10个呢 你就要写10行 对不对 那这样肯定是很浪费这个代码的 很浪费这个空间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使用一个循环去抵取 好吧 然后再去提取里面的一个内容 好吧 只是说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呢 就变了 对吧 它这个里面变成了一个字典嵌套的 烦不烦 对吧 这个里面它可以嵌套字典 你看了吗 然后这个字典呢 我们再通过字典的一个取值 对吧 一个一个去取就可以了 就可以取到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好吧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基础 好吧 那个幻象同学 有没有好一点点 对吧 有没有好一点点 有没有听懂一点点 对吧 就稍微模模糊糊的能看懂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也确实啊 因为我们关爱课的时间有限 因为同学会学起来会遇到很多问题 对吧 瑟瑟发抖 对吧 确实啊 你刚学 你刚学的话呢 要不全补完吧 全补完的话呢 也可以啊 我们进入课程当中可以给你补 好吧 因为关爱课的话呢 我们待会儿还有东西 老师当初怎么学的啊 对吧 不就学呗 对吧 报班学呗 对吧 这个也没什么不好说的啊 就报班呗 对吧 报班不就学呗 对不对 怎么可能啊 你去学的 学这个东西 对吧 你去 随便去哪里啊 对吧 随便去自学一下 就能学好呢 对吧 尤其是没有基础东西啊 反正我当初也尝试过自学啊 这个是真的啊 但是啊 我失败了 对吧 点CSV啊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model等于 哎 报班花了多少钱啊 花了 大大小小算下来 应该有大几万吧 应该有大几万 我感觉 就加上自己的一个生活费 对吧 加上这个学费 对吧 就多少少花了 大概是十几万啊 对吧 剩下的吧 没错啊 就是线下 真的很贵啊 真的很贵 因为当时是没 因为当时是很少有线上的 对吧 而且当时 其实绝大多数人 也不是特别相信线上 对吧 也不是特别相信线上能学好 我当时就是那一批人 对吧 我当时就是那一批人 结果 结果我浪费了这么多钱 亏死了 真的是亏死了 没办法 我一千都舍不得 神的万一一千都舍不得 那你学个屁啊 对吧 你学个寂寞 一千都舍不得 那你来学啥 对吧 那你就浪费时间去吧 这个也没办法 对吧 就很正常啊 对吧 选修个贼贵啊 就真的啊 就是 我当时要是知道有线上这个东西 对吧 我就要知道线上的效果 也跟线下差不了多少 对吧 我当时我就选择线上去了 对吧 真的 花费将近大几万啊 真的 我觉得亏死了 对吧 这大几万 你再多存个几万啊 首付不就来了吗 对吧 但是我没有 对吧 上了个大档了啊 不过也 也算还好 对吧 也算学好了吧 用那样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数据控行的一个意思 对吧 如果说我不要它的话呢 它打印出来的内容就是长这样的 你可以看一看 对吧 就有控行 对不对 然后我把它加上呢 它就变成正常的一个内容 好吧 这回 这回 OK